跟大家一起競速飛行 還手 幹 好熱 哈囉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款遊戲叫做Rush 它是一款模擬飛行的遊戲 遊戲讓我們穿著一個類似飛鼠裝的衣服 讓我們自由的凹翔在山壁、雪地、陡峭的悬崖之間 它有單人或是多人的模式 多人模式就有點類似載車 你可以跟朋友一起競速的那種感覺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這款遊戲 因為這款遊戲對我來講是頗具意義的 因為我當時在玩這款遊戲 大概兩三個月三四個月前吧 那個時候還沒有克服VR暈的時候 我那時候一玩真的不誇張 五秒甚至三秒 馬上就頭暈 馬上就直接摘下來 然後後來真是硬玩 勉勉搶搶的大概過了三分之一 後來還是受不了 然後直接把它拔下來 就以目前的狀況啦 還算是克服了一些VR暈呢 一些殭屍類、射擊類的遊戲 都可以用自由抖動的方式來做運動 然後我就想說 再來試試看這款遊戲 順便一下測試我自己 到底對於VR暈的狀況 到底改善得如何這樣子 那今天就跟著我一起 試試看這款遊戲到底如何吧 如果不想錯過更多VR相關內容 或是360度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如果不吝嗇的話 也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喜歡 那我們就一起進入遊戲吧 我們進到這個Rush裡面 看來我們眼罩周圍 應該是戴著一副目鏡 好像Lock一角色 我現在穿的是什麼 我現在穿的是一個黃色 我們在一個飛行艙上面 等等可能就直接跳出去這樣 可以把它抓起來 好我們就著裝上去 Acraft 現在我們穿的是紫色 WOW 好有彈性喔 很可愛耶 I come from 飛蜀大學 現在有不同的比賽模式 有競速 然後時間 然後Score Score Challenge 還有你的自由飛行等等 那個熱氣球做得好棒喔 很漂亮耶 像之前去台中玩那個熱氣球的感覺 我們一起在這邊飛下去就對了 WOW Rush 真是一個比賽 裡面還真的有人耶 準備飛喔 Come on 2 1 GO 誒? 要飛到那個點裡面去嗎 這遊戲蠻爽的耶 WOW 跟大家一起進速飛行 蠻爽 哦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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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撞到樹了 我剛剛一個超賽器的從草地飛起來耶 剛好像有加分的感覺 有 累積那個我的 氮氣值的感覺 可惜最後撞到樹了 噢 噢 噢 再試一次 3 2 1 ㄟ ㄟ ㄟ Right on your tail Right on your tail Woo 草上飛的感覺 ㄟ 拉不住拉不住 GO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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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被噗噗打到了 啊 沒吃到 欸 他們飛好快喔 怪你追溯他們 用了草上飛 Woo YES 沿著草地飛好像會比較 累積比較多的那個氮氣質 所以他們都往 沿著地上飛 啊 哎唷 沿著地上飛有點微笑 沿著地上飛 可能沿著地上飛 風阻比較小就對了 喔 下雨了 很多不同的考驗耶 不錯喔 這遊戲不錯喔 他有過關嗎 我是Andy 第三名 Continue 這做得太真實了吧 他用來雷聲打架的感覺 他這個飛鼠裝好像沒有太大的 一些用 在你的飛行或是你的 左右操縱上沒有特別的 參數值去調整 所以只是一個 裝飾用而已 反正我就一直跟那個 Lily Bass 還有這個 Tint 來做比賽 好我們來試下一關好了 第四關 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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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旁人的角度看他的 哇我要撞到樹了 哎唷好險好險 從旁人的角度看 他們就是一個螺旋往前衝那種感覺 哇 喔這個風景好爽喔 喔這個如果有其他的風景的話 是蠻 賣玩的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就是他可能那些風聲 畢竟還沒有 如果有個掉架然後把我旋在空中的話 那真的是超爽的 這感覺也不是不可行耶 不過你可能會超級暈 那個風聲可能就拿個電風扇來吹一下 不過這手舉久了 有點痠耶 但還是蠻爽的 要不同的空間 哎唷 下墜石球 飛囉 Yiho YO Yiho 帥帥帥帥帥帥帥 哎沒吃到 完了這局又要輸了 草上飛 喔 Yuuu 啊懶得吃了 直接往下一個飛行 QQ QQ內內好喝到妹夫茶 廢囉 啊 三個沒過 三個沒吃到就直接沒過了 掉到這邊只能等其他人下來了 12名BQ 而且皮球可以玩 哎 人在這邊扎贏野果了 好我們就等下面有人來玩吧 OK我們玩完了 這款遊戲我目前還是在單人模式 不過有機會的話還是要找多人一起遊玩 會比較好玩 就有點類似那種馬力歐賽車的感覺 多人一起競速 可是他沒有到說什麼丟道具什麼 就單純的靠你的技術 你可以 飛得比較低 然後或者你都吃到那些光環 你就可以有 氮氣 那氮氣之後你就可以飛得比較快 這樣子 那我今天測試下來 VR運的懷上狀況 大致上我現在能夠玩這款遊戲 就是持續一直在玩 當然你玩久了 可能眼睛啊 眼壓或什麼 還有一點點的 小不舒服 可是我覺得那個不舒服 已經不是我們一開始在玩那種VR運的不舒服了 如果你是一個新手的話 你不要想說這款遊戲在Oculus商城上面 好像賣的蠻好的 然後 廣告也是打出來 然後就覺得這款遊戲好像很好玩 然後就直接下去買 嗯 新手買就是 當然是直接吃別啦 就是 馬上暈暈爆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款遊戲 克服了八成的VR運以後 你在玩這款遊戲 就像我這樣子 可能 剛開始買 然後覺得 想要退費 又 又覺得有點可惜 然後後來 過了三四個月之後 再回來玩的時候 又有不同的感覺 然後就覺得 其實也蠻好玩 然後有不同的關卡 那我覺得都還蠻有趣的 那也算是 如果你能夠繼續玩的話 你會真的會覺得這款遊戲 飛行的速度感 這塊做的還蠻好的 你就真的有一個人 飛行在空中 翱翔那種感覺 像是小鳥那樣子 那 比較可惜的 當然就是我剛剛在遊戲裡面講 我們不是有看到那種VR跑步機嗎 假如之後真的是有那種 把你人吊起來 然後或者是 有風在往你吹 身上吹的話 那我覺得真的 這款遊戲 搭配這款遊戲的話 絕對是 超級無敵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我不想錯過更多VR 或是360度影片相關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